周五晚上六点多 一位妇人拨打了911 称那28岁的女婿持枪袭击她的丈夫及她的女儿 全副武装的特警立即赶到现场 在住宅的前院遇到了这名28岁的嫌疑男子 随后男子回到屋内 警察对社区进行了封锁 并且包围了该住宅 据调查人员说 这名28岁的嫌疑人是报案人的女婿 她枪杀了妻子的继父 又对妻子开枪造成38岁的继父当场死亡 妻子则受到了重伤 目前被送往医院抢救 小组说 嫌疑人把自己锁在房子内 并声明说她不想被送进监狱 最后她切断了与警察代表谈判的联系 几个小时后 HCSO SWEET进入房子 看到了嫌疑人确定她已经开枪自己 根据警方信息 该嫌疑人先前有严重的袭击家庭成员指控 案发时嫌疑人是在保释期间 具体什么原因造成一死一伤的家庭枪杀案 哈里斯县警长办公室凶杀案和犯罪小组 正在对此案进行进一步调查 我如果听说这一even地的 我们不认为了 我和 lado门网友 我们的队友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